路边人行道突然有动物窜出 一下子就冲到马路上 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活生生的野狼 不过路上还有汽车行驶 跑着跑着突然停在汽车前 头一转又往回跑 很难想象若不是坐在车内有防护 会不会遭受攻击 现在的意大利街头宛如野生动物园 野猪妈妈带着四只小野猪 本来准备过马路 接着又很有灵性的沿着人行道前进 也有野猪误闯市区 看起来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待蒙定格 最后低着头离开 更蒙的还有他们 野猪妈妈带着十几只小鸭猎队前行 就这样在马路上大摇大摆行走 特殊景象全因意大利还在实施禁足令 民众只能宅在家找乐子连开派对 也只能在各自阳台用床杆干杯 马路上进入不见人影 也难怪野生动物在住宅区出没 但意大利疫情沉重的医疗负担不容忽视 米兰国际展览中心成立这个急救医院 原来预计要有500个重症病床 却只有25个重症病床 他们的原因是说呢 因为现在募集不到医生啊 还有这些医护人员 所以现在目前情况还是蛮危机的 只有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 才能到医院隔离 新症患者或偏销民众 医疗人员直接到府协助 宅生活 意外让野生动物的地盘 蔓延到意大利人的家门前 就杨主持人 威荣 意大利报道